它的这个硕石是一个卡片来的 就有一个像是那种 Cole 的感觉 然后容不容一段不知道 OK 今天我们来到 KL Base 这边 你看到这些全部有这个伪装的车 就是这个全新的 Volvo ES30 这辆车我个人是蹲了它很久 它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而这辆车咧 它们暂时还没有公布价钱 就是 9 月 25 号它们会发布 然后这辆车我现在稍微开了一下子 我觉得它真的让我很 surprise 就算讲它的这个平台 它跟这个 Smart 的 Hashtag One 还有跟这个 Zika X 一样 但是这辆车还是给了我很多的惊喜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给我的惊喜 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 Volvo 的 EX30 你有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一定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影片干货满满 这个 ES30是目前 Volvo 马来西亚 或者是 Volvo 的全世界都有它们最小的车 它的认识码大概是介于 B 跟 C segment 就是比现在的 XC40 跟 C40 还要小 那么它在马来西亚的直接对手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Smart Hashtag One 跟 Zika X 啦 不过其实这几款车呢 都是同个阿公也就是 Gini 集团下的车啦 所以它们很多东西是共享的 不过在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色啦 如果你是讲时尚的话 我个人觉得 Zika X 会时尚一点 可爱的话是 Smart Hashtag One 可爱一点 但是这辆车就是有一个很独特的风格 就是我们所谓的北欧风也就是 Ikea 啦 等下我们也会去 Ikea 啦 然后这辆车它的整个车头设计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这个索尔之锤的头灯主 这个家族元素它保留下来 而且它这次里面呢 它灯是那种一粒一粒的灯泡 整个亮起来的话它的视觉效果 我觉得还蛮好看一下的 那么你从旁边看这辆车 其实它的车身是码是真的蛮小的 它的车身长度只有大概是 43 26 左右 然后它的轴距 26 50 所以如果是这个 City Hatchback 摆在它旁边的话 根本都不会大多少 这辆车的车身定位是很明确的 它是一辆 City Dry 的电动 Hatchback 啦 当然也可以讲它是 Cross Over 啦 其实我也不太分的清楚 这个 Cross Over 跟那个 Hatchback 有什么差别 然后这边有个 Button 按下去就是它的 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 这个尾箱空间呢 就是我觉得还中规中矩而已啦 这边是我的行李箱 然后这边是这个 Autobus 的老板 Gizima 的这个带子 我们两个 Bag 放下去这个是 OK 的 就是讲如果是今天一个小家庭 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去出门玩的话 它 OK 的 OK 讲到出门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讲到就是这个续航 电动车续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 Zika X 呢 它本身的续航表现也不差啦 在马来加我会有三个版本 然后我该去查了一下资料 如果是国外的话 它的这个顶配的版本 它的续航可以到 不是顶配啦 就是长续航的版本可以到460km 这个是 WLTB 的数据 所以如果是讲你开着这辆车 你去秉内或者是去移保 其实是绰绰有余了啦 我们照例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轮胎尺寸啦 它用的是这个 Good Year 的轮胎 尺寸是 245 45 R 49 那么我觉得这个轮胎勒 在这辆车的表现上面是刚刚好啦 就不会带弹掉 然后也不会到很软 所以这个轮胎的表现我觉得还 OK 一下的 那么呢这辆车还有一个很像Tesla 的地方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硕石是一个卡片来的 非常抛 这个是真的卡片 开门的方法其实也是跟Tesla 一样啦 就是讲我今天要开门的话 就是用这个卡在MFC的地方碰下 门就打开了 我就可以开门了 当然关门的方法也是一样 放在这边 它的门就关了 当然它也是有这个 Auto Lock 的功能啦 就是讲它在你没有 Start 车的情况下 一定的时间下 它的这个门也会自动 Lock 掉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觉得好不好用嘞 OK 现在就带大家看看这个 ES30 的内装设计 虽然讲这一辆车它的平台 跟Smart HF1 跟这个 Zyker X 一模一样的 可是它的这个内装的设计呢 就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一个萤幕 这个萤幕就是一个直的 iPad 放在这边 然后它不是电视机哦 你看它是薄的 所以这个设计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车机里面呢它是 Build In 了 这一个 Android 的功能 怎样讲 Build In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 Play Store 的 跟之前的 War Wars 的款一样啦 就是 Play Store 然后你 Log In 的话你可以导入一些 App 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功能的部分 它可以自己用这个 Google Map 然后可以有 YouTube 其他的功能 如果是讲你要 Spotify 等等其他的功能的话 你也可以从这个 Play Store 导入 就是讲有这个主机的话 你基本上是不需要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了的 然后它自己自带这个 4G LTE 所以联网速度还 OK 的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OK 今天可能我要去一个地方 我就随便 Search OK 按这个 然后它会帮你计算哦 就是你现在的电量可能是升 89% 然后它会计算到你去到那边的话 你的电量可能升 85% 等等 这个就是这个 Google Map Build In 车机的好处啦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适合马来西亚的消费者的 那么其余的细节部分呢 它的前面有一个就是这个驾驶者的侦测系统 就讲它侦测到你可能关眼睛 你可能疲劳也想睡觉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 Remind 就是提醒你 你不要睡觉哦 你再驾车 如果讲 Fancy 跟这个质感的部分呢 它可能没有 Hashtag One 跟这颗 X 做的那么好 可是设计部分我还是要给赞的 然后它前面有这个 因为我是顶配版本啦 所以它这个 Harman Kardon 的音响 然后这个门把的设计很精致很特别 它是这样子打开 就有一个像是那种 Cole 的感觉 然后容不容一段不知道但是 感觉它不是塑胶的 它是一个金属 所以你不用怕它拖气还是什么啦 就花会有可能 然后这边是一个软质的塑胶 它又不大像是塑胶啦 但是是软的质感OK 这边就是一个硬的材质 虽然讲它的这个 内装的这个 它没有很多皮革还是什么 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它 Plastic 觉得它 Cheap 因为 WOMO 有表示 这辆车它们是用很多再生的材料 打造的 就是很多面料啊 用料都是这种再生的材质 就是为了环保 那么这辆车的这个内装设计 我自己个人啊 如果满分大概是10分 我会给到它8分 因为虽然讲这辆车我之前就看过了 但是就是我亲自的这样子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OK的 整体来讲都不错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 它的这个中央扶手 这边是两个杯架 然后这边有这一个 呃 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然后这边还有USB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 然后下面可以放东西 但是 但是 有但是啊 有但是啊 就是我很不喜欢它这个Power Windows的Button 是这样的 通常 如果你要开的前面的话 它是四边都有这个Power Windows Switch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没有 它是这样子的 它在这边 你可以这样打开旁边的 如果是讲你要打开后面的这个Power Windows 你就要去按这个Rail 你按了它亮灯过后 你再关 它就是后面的 这样子就无形中多了一个步骤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上面有这个全景天窗 然后这个全景天窗是不可以关的 然后现在我的手放上去是有点烫 所以如果是未来吃足的话 这边可能要放个隔热膜 但是整体的细节而言 这辆车我是喜欢的 这个东西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WOWOW的这个电动椅 它的这个COMSAT很不一样 就是它的这个电动椅的Button的设计 你看哦 四方形的 可是它的使用逻辑哦 异常的顺手 一样啦就是 向前向后是这样子挑 可是哦 你就是要高的话你就这样的转 所以它整个的使用逻辑哦 用起来我觉得 我一开始可能没有这样习惯 可是当你用了一段时间过后 你会觉得它其实比普通的 那个Button设计好用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会给满分哦 然后呢 这辆车毕竟这一台 大概是BB Plus Segment的这个电动车啦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真的是中规中矩而已 but如果是讲有家庭 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出门的话 问题基本上不太大 这个后面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因为上面有这个天窗的关系 所以我的头部压迫感其实还好 不会到太拥挤 然后这个椅垫的支撑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硬啦 它的发泡棉 整体的感觉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太硬的话 那么你做久你可能会全身疲劳 然后后面是没有冷气出风口的 可是 Surprisingly的就是 OK它这边后面有这个电动窗的Button 所以后面还是有独立的可以开的 那么后面有两个USB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这个空间是互通的 就是可以直接通到前面去的 所以差一只雨伞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地板几乎全屏 然后这样子的空间表现 就真的是中规中矩啊 不过以这个极具的车子来讲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啊 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有Motor经过的时候你开门 嗯它会有这个通知音给你 就是避免你开门敲到那个Motor 因为你知道Malaysia的Motor都是 瞎来瞎去的 所以这个功能给赞 然后还有点我觉得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个中央扶手这个杯架 这个杯架当你不需要用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收起来的 它就不会左顶 然后VAN你需要的时候你再按一下 它就会弹出来了 这个设计很特别 然后我讲老实话呢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有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这边放东西的话 这个会顶到这个真的是会左顶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人性化的设计 给好评 OK 现在我试驾这辆车 我刚刚确认了我的动力表现 是这个Override的版本 综合最大马力422hp 然后峰值流率543Nm 它的0-100加速是3.6秒 3.6秒很够力快了其实 就从你们刚才看我这个Dreadless 其实那个Volvo V6 它的0-100是4.4秒 但是这辆车还是硬硬吃哈 所以你就知道这辆车的性能多强了啦 然后就像我讲的 它的这个续航最高的长续航版本 可以到478km 达到WLTP的测试值 所以准确度很高一下的 那么这辆车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充电速度 它的支援最快就是175kW的DC快充 只需要28分钟就可以从18天充到80% 如果是讲其他两个跟它同名态的车款 好像这个Smart Hashtag One 又或者是这个Zickel X的话 它们是150啦 稍微慢了一点 然后它的充电口在这边 就是没有电动啦 这个Zickel X有电动还是比较帅一点 但是这辆车的外观设计 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下的 因为如果我讲它是Cross Over的话 它又不像Cross Over 你看它里地高度其实很矮一下的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更像一台Hashback 所以这台车的乘坐感受怎样 驾驶感受怎样 我真的给它一个大大个赞 我甚至可以讲 这个是有史以来我开过Handring最好的Volvo 因为其实以前的Volvo像是这个X60也好 还是X90都好 我给它的评价就是一辆很舒服的车 很快的车 但是Handring基本上就是麻麻地啦 可是这辆的话我会给赞 因为它的Handring真的是好 而且等下我们会去这个Janda Bay 就是会跑Jogara Highway 我觉得在那一段路上呢 我可以更加深刻的去体会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OK现在再玩完了这个加速等等的东西之后 我们就来试驾这辆车 其实这辆车我是 可能我之前对它的期待值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一次试驾的时候我觉得 我有惊喜 因为就像我讲到的这辆车 它跟这个Hashback One 还有跟这个Ziql X 是属于同平台的车子 那两款车的这个Suspension 跟整体的这个车身设定呢 其实就是比较偏舒适 不是讲它的操控不好 就是主要来讲它还是舒适居多 这辆车我原本以为也是一样 但是当真的去试驾之后 尤其是跑这个Jandabai的小路的时候 我觉得它让我有surprise 因为这一次我驾的是这个顶配的 这一个override的版本 本身车身的这个动态设定 就是跟这个Hashback One的Brabus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底盘 是真的很有OC的感觉 它不是偏舒适的设定 整个底盘的感觉很solid 然后它的Suspension的tuning 也是韧性刚刚好 甚至它的这个悬吊的设定 会比起之前Volvo的这个车款 例如讲这个S90还有这个S60更好 那些车叻 其实不是讲不好开 它的动力很强 然后整体的舒适度也很好 就是我觉得那个操控 就是少了一点味道 它是一辆很快的车没有错 可是就是没有什么驾驶乐趣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对这个V60也好 S60也好还是S90的哦 评价都是一样的 可是这辆车是第一辆我觉得 Volvo的车款 它的操控表现我会喜欢的 这个真的是第一辆 在这种小山路 其实很考验底盘的这个 刚性跟悬吊的支撑性 如果是讲它的悬吊支撑稍微不好的话哦 你就会有车子 就会有很明显的这个body roll 然后 你开车也要开到很小心 但是这个 你看现在从这个 镜头看我 开这个车的方式 其实我并不会觉得 讲它的body roll 太过于明显 或者是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不好 所以整体开起来的感觉哦 它真的让我很喜欢一下 当然我每次会讲到就是 比较跳的 比较运动的suspension 可能会对这个车辆的 舒适性会造成一点点的影响 那么这辆车其实确实会有一点 它的这个舒适性 跟以前的Volvo车款相比呢 确实是输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们把所有的 这个技能点都点在了操控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牺牲一点点的舒适性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毕竟它只是牺牲一点 并没有到 让这辆车很不舒服 不过这辆车 开起来是真的很爽 尤其是在小山路 它的轴距只有2650mm 真的是 我最喜欢的轴距 当然必须要称赞的就是 它的这个耗电量 它的这个电池管理技术 其实也不错 像其实我们昨天开了车 开了一整天 然后我们从这一个 Volvo在PJ的Office出发 然后我们先去KL Base 然后再跑来跑去 跑了一整天 然后最后来到这个Janda Bike 我们的车电池 我开的那台车 只用了大概是51%的电 连Volvo的人本身都很惊讶 就是为什么它可以那么省电 所以其实这辆车 如果你是买到这个长驱航版本 它的最大驱航是478km 然后加加买买你扣一下 我觉得一个礼拜 充一次电应该是够了 必须充成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我觉得 Volvo的车款有驾驶乐趣 OK好啦这个就是我对这个Volvo全新的 Yesterday的一个简短的这个心得啦 因为确实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体验它的不多 然后如果是讲大家呢 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这边呢 他们在这个9月的26号到29号呢 在这个KL Base有一个试驾的活动 然后可以试它的加速 可以试它的操控表现 如果你们觉得我对它的操控描述 是有点夸大的话 不用紧在这个时间点 记着这个时间点 你们可以去试驾这辆车 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这辆车 所以这个应该是近期来 我评价最好的电动车 那么有兴趣记得哦 在KL Base有的试驾可以去看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这次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